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选不到天赋极高的球员 我们不否认在首轮中后段 也能选到一些宝贝 不过这些宝贝需要进行耐心的培养 以及球员自己进入联盟之后开窍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 勇士现在没有耐心培养新人 以及他们也没有时间等待这些球员的成长 因为库里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末期 没有太多时间陪伴这些年轻人 从过去两个赛季也能看出 勇士在培养新人上 一直腾不出机会和时间 关于今年选秀情况 从各路资讯汇总来看 勇士有三个选项 第一 打算用库明家这位潜力球员 来换高顺位选秀权 第二 勇士准备探索向下交易选秀权 也就是说勇士想要得到更低顺位的签位 第三 直接退出几年选秀 就这三个选项来说 能说明一件事情 要么就玩一把狠跌 要么就省钱 毕竟勇士心经压力太大 如果是第一个的话 对于库里这些老将还是很友好 毕竟高顺位新人还是有盼头 如果是第二种和第三种 库里会怎么想 真要白白浪费最后这几年 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勇士管理层的肘蜂 现在的情况就是 勇士真没有时间去培养新人 穆迪和库明加了勇士两年了 然而仍旧是半成匹 最重要的是 原因是同位置有主力球员 不会给到他们太多上场时间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科尔帮兽助教贾马马拉莱拉被猛龙挖走 大家可以看看勇士休赛期的人员流动 迈尔斯率先离队 现在教练团队又不停地有人离开 这在去年休赛期 可没出现太多这样的情况 只能说当球队输球时 有点树倒胡森散的味道在里面 勇士今年休赛期很徘徊 难道一个时代真要结束了 从迈尔斯离队的那一刻 从某种意义上说 已经是一个开端 勇士现在难解的套有很多 球员层面更出众 科尔接下来怎么处理 说白了还是新贵和勋贵之间 无法达成平衡 以及无法顺利交接 马斯此前能长久不衰 其实他们就是在交接仪式上 做得很好 从勇士外部环境来看 国王这些年轻球队冲起来了 另外还有绝今这座大山 总而言之 勇士走在了十字路口 透露 斯蒂芬库里对勇士三巨头的 未来真实看法 德雷蒙德格林在勇士队的未来 看起来很有保障 但他去年四月 与乔丹普尔的事情 让他与球队的联系 蒙上了阴影 尤其是在鲍博 麦尔斯离开之后 克莱汤普森 不会很快离开 但如果勇士队 在未来十二个月的续约 或自由球员谈判中 对他的薪水预期不满意 理论上 他可能会寻求 更有利可投的选择 然而 格林和汤普森的未来 与库里的意愿密切相关 据报道 库里希望金州勇士队 标志性的少年三人组 至少再保留一个赛季 第Atletic的 Tim Carcami 在最近的勇士队PV中写 大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勇士队将把这个核心 保持在一起 至少一个赛季 新的 这个消息并不令人意外 在季后赛第二轮 输给洛杉矶湖人队后 包括库里 格林 汤普森和教练 史蒂夫科尔在内的勇士队 所有关键人物都坚称 王朝远未结束 他们仍然相信 他们可以与库里 格林和汤普森的核心 以及安德鲁威金斯 凯文鲁尼和加利佩顿二世 等球员竞争 下个赛季 勇士队将面临围绕首发五人组 进行轮换的挑战 新的劳资协议 进一步限制了勇士队 在自由球员市场的舰队选择 球队老板乔拉科布 肯定希望减少他预计 超过4亿美元的总工资支出 此外 乔丹普尔的业务价值 处于历史最低点 尽管西部联盟的奢侈修赛期整合 可能会遇到困难 但勇士队在进入2023到24赛季之前 仍将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 库里 格林和汤普森仍将带领球队 尽管面临坚决的挑战 勇士队的三巨头 在努力提升球队 在竞争激烈的西部联盟中的地位的过程中 他们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 不是吧 一轮没赢过 你怎么敢说这话 事情大概是这样 近日 唐斯做客了前队友被福利的播客节目 期间 唐斯的一番言论引起了热议 我觉得当我不再打球的时候 当我退役时 在我挂靴时 我觉得会有人说我改变了篮球比赛 我将对此非常感激 值得一提的是 被福利对唐斯也是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他说道 就我看来 唐斯是历史最佳投射中锋 当我们讨论到最强进攻天赋时 我觉得有两个人 唐斯和哈登 我会把唐斯放在第一位 改变了篮球比赛 最强进攻天赋 你在逗我吧 客观说 唐斯确实是一个很有进攻天赋的球员 尤其是在三分线外 职业生涯至今 他场均可以以39.5%的命中率投进1.673分 其中2019到20赛季 唐斯打了35场比赛 场均可以出手7.9次3分 命中3.3次 命中率41.2% 这个数据甚至不输给一些顶尖射手 而且唐斯还拿过三分大赛冠军 仅从三分这项技术上来说 你完全可以将唐斯称作是历史上最会投三分的中锋 但三分只是进攻天赋的一部分而已 要说得分的话 唐斯生涯最高的一个赛季 场均不过26.5分 如果是完整赛季的话 则是25.1分 16-17赛季 一个生涯最高不过场均25分出头的球员 显然是谈不上最强进攻天赋的 只从中锋位置上来说 远的奥尼尔不谈 现役球员里 唐斯也肯定比不过约吉奇和恩彼得 前者上赛季场均可以拿到27.1分 本赛季场均接近25分 还接近三双 后者已经连续两年当选得分王 本赛季常规赛场均33.1分 当然 贝福利是唐斯前队友 唐斯既然做客了节目 贝福利总得称赞想 但改变了篮球比赛 很难相信这句话真的是出于唐斯之口 作为2015届的壮运秀 唐斯生涯几乎从未和胜利二次挂钩过 八年时间 他所在的森林郎只进过三次季后赛 而且没有一次突破过首轮 试问 一个从未赢过一轮系列赛的球员 又如何改变比赛呢 重要的还有 唐斯这三次季后赛的表现 全部表现不如预期 2018年首轮打火箭 五场出局 场均15.0分 投篮命中率46.7% 三分命中率27.3% 到2022年首轮打灰朽 六场出局 场均21.8分 投篮命中率48.8% 三分命中率45.5% 到2023年首轮打绝筋 五场出局 场均18.2分 投篮命中率45.7% 三分命中率25.0% 别的不说 看看比唐斯晚了五年 进联盟的爱德华兹 去年季后赛场均25.2分 今年季后赛场均31.6分 到了大舞台 爱德华兹是越打越好 这一点上 作为老大哥的唐斯 完全是比不上自己的后辈 既然说到爱德华兹 也就必须说说 森林郎的未来舰队方向 事实上 经过了过去两年季后赛的失败 已经有不少球迷认为 森林郎 应该确立爱德华兹 为绝对核心 交易唐斯的声音是越来越多 就在不久前 第二记者艾琳克斯就报道过 过去几年 多位联盟消息人士都在表达一点 那就是他们相信唐斯 最终会加盟尼克斯 个人认为 短时间内 森林郎应该是不会交易唐斯的 唐斯也不太可能申请交易 毕竟去年休赛期 双方刚刚达成了一份 4年2.24亿美元的提前去约 这份合同 2024到25赛季才开始生效 要伴随唐斯到32岁 直至2027 比28赛季球员选项才到期 还有10%的交易保证金 但也不排除一种可能 好胜心极强的爱德华兹 如果对球队 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不满的话 那么森林郎肯定得有一些动作 到时候不仅仅是戈贝尔 说不定唐斯也得走 毕竟只从过去两年来看的话 爱德华兹的发展前景 肯定是要用于唐斯的 至于唐斯的这番改变比赛言论 除了有些搞笑之外 多少也有点自我满足了 从未赢过一轮季后赛 就敢在镜头面前说 改变了篮球比赛 唐斯的目标只是这样的话 那么森林郎恐怕 真的没有出头之日了